坐落在台11线东部海岸公路 106公里处的城广澳文化地景公园 原是广恒发商号移植 相传在清朝时期 是花东海岸线上最大的杂货商铺 贩卖米、盐等日常生活用品 利用城公正港口之便 直接从西部把物资运到货山 广恒发商号我们坐落在 就是整个城广澳 当时的城广澳是我们整个海岸线 最繁荣最兴盛的一个据点 城广澳伟名墨清代 汉人在台湾东海岸的重要据点 广恒发也是台湾东部第一家商号 巴洛克风格的三拱式牌楼 都用石材打造 在城广澳文化地景公园里 也记录着日据时期 安美族人因为不堪反重劳益 反抗日景的城广澳事件 有的东西都不满 因为我们民族民都是做劳工 所以他们不满这些事情 为什么一样的人 你那个汉人也没有做劳工 就是一直找我们原住民要做劳工 安美族称为城广澳事件委 马饶绕事件 冲突延续长达48天 民国85年东部海岸公路 进行拖宽工程 广恒发北侧牌楼遭到破坏 只遗留巴洛克建筑的商行立面 城广澳文化地景的设置 见证汉人在东海岸的拖坑事迹 也记录了原住民主遭殖民政权 不公平对待的历史 原是新闻小马力大圣台东 成功采访报导